在鄉親全都的新聞現場 稍等來關心 這禮拜該提供休閡 的消息 這項目的農民不擔心 多麼愛好 喊心不滿 因為照例修理法 規定濃熱中水的訊息 應該比攻略中水還比較優先 但是攻略 在收到的空天環的項目 只要假期鑑壓中水 其實是算的平息 往周天環的時期 公約是接著有超濃水的進行 法官認為台湾的許殖年分配 制度應該好好切地檢討 五萬噸 穩住以後一後八歲 先檢查引起農民 同繁埔團體的不滿 因為公約用水 重新任職業用到 採貼的農業用水 我們可以發現 他提出來的報告裡面 這個並不是所謂的農業為水 其實還有很多的農民 在這個地方用水 這個就是長期以來 我們政府為了要創造 所謂的經濟奇蹟 以農養工 那最後其實當工業已經茁壯之後 其實還是用工業在毀農 從來都沒有反省 這樣子的制度 是不是應該要調整 工業和農業發展 都要用多歲年 不過水外用的分批 政府由民國貴廳 只要水立法提示不條 民生用水同共共用水 是要清潔共因的 接著來是農業用水 農業用水是白提西 若白台湾的水不拿用 農民要面對 在外體管固件安排範圍 不過工業面試 輸到養工 將它不是條感受的共因 農民同學長就批評 用品來比 根本就不合理 沒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滿足到 明年的五月底之前 不進入到三階段 限水的這個狀況 才做的這個決定 是一個不得已的決定 離島要整齊水前 同港中間 農民團體 竟然發起 幾二百億工程 農民還發現 政府雖然白的 三四億一 效益不出 不過實際來看 亞洲政府用卡台成本 對農民出條鋒 流水重造 韓國行外全民來負擔 照理是補償的意思 就反而減少 結果民生用水 工業用水 或是不停灌的 這個受益的 反而 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結果是犧牲了再犧牲 所以這一方面 我認為政府對這一方面 應該以最起碼 把現有的像每噸八塊的 十值十一塊多的 全額要拿出來 給抗旱的這些業主 我們應該要建立 抗旱的制度性補償 為什麼我說要制度性補償呢 因為抗旱這件事情 可能持續會發生 如果你真的要限制 農業用水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舉例 這些補償的費用 應該是由這些工業用水 來繳水費 而不是我們全民納稅人的錢 對台灣水庫分布 和頓水流流的款 頭上沒有提起 總共有六所水庫 總頓水流 撤過西醫立方工廁 不過壓敗 效益的提起 主要和內心總體 頭上沒有提起 對頭白的紀錄流的款 同其他顏色來比 頭上沒有明確 親家本營發明 效益範圍的顏色 對壓著採替的農民來說 壓著水庫的水 均本被看得到 實在有不到 學長中因為 工業用水較多 但因為有兩日 沒有任務 外做到上水好難 同時跟它沈水面 不應該同農民 最長水來用 這時候真的有用水 比較大需求的部分 他們應該是要自己想辦法 或許要籌措水源 那籌措水源的方式就是說 自己有沒有可能 盡量在自己的屋頂 做一些蓄水的設施 或者一些那種 自宏工業區的自宏池 那個可以再挖深一點 平常可以做一些蓄水措施 以現有的總量 如果不能滿足 未來的新的 供應用戶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要求 它自籌水源 包括比如說 它的地點是在靠近海邊 它是不是可以做海淡廠等等 那這些都在我們的相關的 這個措施裡面都有規定 緊急普通認識 董地克討論 我會想法外達好水費 我會對用水 扯過一千本的台幅 屬卡高水費 而建立水質應激金 不過農民 僵責政府 在面對農業 同工業 在外發展的世界 做得好好做到 水健正義 因爭培講 效果內 順勢的 不僅僅的農民 的崗中心 連臺灣的 兩次出席 美妙強強的 下一個新聞的 金融成績 綜合播放